另外来看到光复乡老人会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庆祝活动 长者们秀才艺展现年度所学的学习成果 而相当重视长者照护的立委宁参选人张美慧 也特别率领益检团队持工到场 免费为长者们打理门面 并表示未来会争取推动65岁以上长者免缴减保费 以及免费做假牙 让长者们无压力无负担的健康在地老化 三楼演艺厅光复乡老人会 长者们是高歌一曲或者带动唱 一楼平台则是由张美慧率领的艺检团队志工 现场免费为长者们剪法打理门面 帅气美丽的来庆祝重阳节 结合在地的他们常常就会办理议检活动的团队 我们一起来发挥爱心 然后也参与公益 最重要都是让长者觉得很开心很自在 投入这一次花莲立委选战的先议员张美慧 又建于花莲超高零化社会 长者们除了是外貌打理维持 最重要的就是长者身体健康的照护 张美慧勤走基层也发现 长者牙齿口腔就是维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因此成为了未来争取推动的重要证件 需要的最迫切需要的一个福利上 我们推动这个推出长者的这个假牙 65岁以上争取就是免这个免费装假牙 还有这个免脚健保费 那这个对于特别是比较乡下的长辈来讲 除了能够降低经济的负担 其实对年轻一辈对于子女们来讲 也是可以减轻这个生活压力的很重要的方式 除此之外张美慧对于花莲医疗资源争取与应用 解决花莲医护人力不足 以及医护人员福利保障等等 由于是与长者照护工作缓缓相扣 未来也将是她努力的目标 张美慧抛出医疗照护福利证件 就等选民来决定新的花莲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